我们开始加速 飞机开始滚行 小小海华山机长在旁还有教官 亲自带领教学 乍看之下宛如飞机上真实操作 但这是华航首度在媒体镜头前 公开的模拟驾驶舱 华航首次公开模拟驾驶舱 包含所有机器的训练 通通都会在这边 像是天气的状况 还有起降等等的各种不同情况 这边都能真实模拟 驾驶舱百分之百拟 整各种天气情况 像是晴天雨天天后不稳都能调整 好让训练中的机师能够有临场感 所以我们就是用后面这个设定台来做设定 来给飞行员不同的天气状况 不同的机物的异常状况 让他们来处理来做训练 在各机场的起降状况 这模拟驾驶舱都能训练 为了因应不同飞机形态 华航的模拟驾驶舱 各种机型旧到新通通有 我们会跟这几位小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未来航空业这个工作的前景 以及他们的未来性 华航找来家福中心30位小小孩 体验机师营 当然不能错过的 还有这个 来到模拟客舱内也能做逃生演练 在舱门外就有架设模拟石井大萤幕 能够因应各种突发状况 石井大萤幕对照外头情况 客舱模拟逃生训练 也得了解各种突发如何因应 即使空服员训练严格 是航空飞行的重要一环 三日新闻 甘寒人蔡春旗 桃园报导 三日新闻